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28号 今天有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前一段时间 在吉林省监狱脱逃的 据说是朝鲜籍的一个犯人 叫朱贤健被公安局抓获了 他在逃的这40多天 针对他的悬赏的赏金 已经高到了70万 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之后 得知他是朝鲜人 事实上在中国被判处 11年有期徒刑 经过了两次减刑以后 那么在这个 可能在2023年就应当刑满 那在这个时候 他为什么又要越狱呢 又要脱逃呢 现在明明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 事实上是很难真正逃脱的 那么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他因为偷越国边境等各种各样的罪行 实际上呢 应该是一个脱北者 或者说呢 在北朝鲜呢 他也能有可能会 不能够忍受那样的一种艰苦的生活 和这种恐怖的 红色恐怖的政治压力 逃到中国 那么如果说他在中国刑满以后呢 被驱逐出境回到北朝鲜 以他这样的状态呢 可能状况会更差 于是呢 他就用一个越狱的方式 然后逃避 在两年后 刑满被驱逐回朝鲜的命运 这是一种揣测了 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 这位朱先生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仁义的逃犯 至少呢 这四五十天的时间之内 没有听说 在逃的朱贤剑 又犯新罪 比如说 也没发现他盗窃呀 抢劫呀 杀人呀 伤害呀 这样的一些新罪 那这段时间他是怎么活呢 东北呢 这么冷 是吧 这个 我觉得这个人的生存能力还是蛮强的 不管怎么说呢 11月28号 吉林市公安局 在丰满区松花湖黑虾子沟 成功抓获了吉林监狱 越狱逃犯 朱贤剑 这条新闻呢 应该说 是今天比较重要的新闻 我也注意到呢 就是说 他呢 已经这个 被送往医院 去检查身体 去治疗 过程中间有什么样的问题 现在不太清楚 还是希望呢 他能够受到这种人道和公正的对待 那一般说来 这个脱逃 可能这个 加上个三年五年的刑期 至少不至于需要 很快 就回到他伟大的祖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假设这种传闻是真的的话 那么 他的祖国 在他的心目中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到底是乐土 还是地狱 就不想 就可想而知了 那今天其实呢 这个 我想说的 还是我在看守所里的经历 我在看守所里的经历 由这件事情引起来 为什么要这样讲 其实前些天呢 我跟郑宏在一起呢 还说到这个事 那个时候 朱贤健还没有被抓住 我说呢 一人得病 全家吃药 是吧 这就是 看守所监狱的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特点 那么 一个地方有人脱头 全国的监狱和看守所 所有的像这些在押人员 或者说服刑犯人 都要因此 而吃瓜闹 全国所有的监管机构 都会因为在某一个时点 有些地方有脱逃的这种现象出现 而 自觉不自觉的 被要求来一次大的整肃 那这样的话呢 最终 倒霉的 其实呢 是在押的人犯 和我们这些 在押人员 我相信 因为朱贤健的脱逃 全国的监狱 在这一两个月之内 都会 大幅度的 加强管理 当然呢 加强管理 也是应该的 监狱呢 毕竟不能容许 这个 这个 这么多的人犯 轻易的就可以能够逃走 那样的话呢 他也就失去了他的功能 那么相对来讲呢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 疫情爆发 那去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很多监狱 我记得山东是哪个监狱 我忘记了 湖北哪些监狱啊 山东的一个监狱吧 那还是几百名干警 在表决心 一定要把这个病毒 这个挡在 新冠疫情 挡在监狱的 这个围墙之外 但很快就被打脸 是吧 然后呢 这个监狱里头 有几百名囚犯 感染了新冠 新冠病毒 随后的结果 是导致呢 他这个省的监狱局的局长 是吧 司法庭下面的一个 二级局的局长 和呢 这个 和这个监狱的监狱长 包括呢 这个 对于疫情扩散进监狱 有责任的这些人 丢官的丢官 被惩处的被惩处 这些呢 是这样的一种过程 但是与此相应的 就变成 去监狱会见 这个申请再审申诉的 委托人 非常困难 是吧 这个 家属 是吧 家属本来每个月 可以有一次 会见亲人的机会 那么因为疫情 很多人 都已经一年多 没有能够见到 自己的亲人了 想见的话 也往往是需要 通过视频来见 还有呢 就是律师如果想会见 看守所里的这个 在押人员 那么也往往需要 到看守所所在地的 公安机关 或者看守所的这个 特定的这个视频会见室 来与自己的委托人 进行视频会见 郑鸿跟我讲过 他去这个 会见 我们的律师也讲过 就是因为这种视频设备 往往的这个水准不够好 质量不够高 因而呢 律师在会见自己的 委托人的时候 恨不得要在派出所 或者公安局 或者看守所 提供的这个视频 会见室里面 扯着嗓子 跟委托人去喊 这样的话呢 他也未必能够听得很清楚 那这样的话 本来呢 刑事作诵法规定 律师会见被告人 或者犯罪嫌疑人 不受监听 那在这样一种 破口喊的情况下 生死力竭的情况下 有心没心 都有可能被监听 那么律师和被告人的 会见的私密性 从何而来 如何保证 是吧 这些呢 都很难说 加上呢 律协司法局呢 对律师 办理刑算件 施加了 强大的压力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 很多律师 可能就会 畏首畏脚 畏首畏脚的结果 就是 委托人 也就是被告人的 合法权益 得不到 应有的保证 应当有的保证 是吧 这个 好像是 限制律师的 行为 限制律师的行为 因为律师的身份 就是代理人 或者辩护人 是吧 杀头坐牢 也不会杀掉 或者关起来律师 那么在这样的 一种情况下 损害了律师的权利 其实 也就是损害了 公民的权利 损害了 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 民事诉讼 行政诉讼 当事人的权利 那这些呢 都应该是说 我们 这个 不想看到的 由这个 朱贤健的 这个 出事 为什么我跟这个 郑宏有那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共识 就是因为我 深深的知道 亲身经历知道 一人得病 全家吃药 一个地方出事 全国的这个监狱看守所 都没有好果子吃 是吧 这个 这个是我一会儿就讲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记得呢 这个 2014年呢 9月份 这个时候呢 我呢 那个 这个 非常密集的这种提训 已经基本结束了 以后呢 我可能会有机会 看情况 也许能讲到 就是对我的这个 第一个权利以赴 实际上呢 是从 5月6号 到7月14号 7月14号 为什么这么好记 7月14号 是巴黎 法国大革命 这个 攻打巴士底域的日子 也是法国的国庆日 这个对我的第一个权利以赴 基本上告一段落 就是事实 他们认为 基本查清了 是吧 以后呢 就主要就是 核实一下 主要是核实一下 那这时候 本来事情就不太多了 我相当多的时间呢 是在监视里面 和大家呢 也都比较熟了 是吧 每天呢 生活逐渐逐渐的 开始有规律了 那就是呢 白天上午被监规 放风 中午午休 下午坐横板看书 晚上看电视 我说过呢 晚上七点的这个新闻联播 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 是一个法定的 雷达不动 所有的人都需要做电视板 从这个走廊那个板那块 两人一排 一直排到最后 十几个人 两人一排 两人一排这样 这个盘腿坐着 是吧 不能东倒西歪 尽量不要东倒西歪 实际上呢 如果说真的能够 盘腿坐直 有些人能双盘 这个土纳呢 像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只不过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没那么好的韧带 那么在 2014年的9月初 突然 突然到七点钟 还是坐电视板 都横着这样做 然后放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我们突然发现 不是新闻联播了 他或者是换成中央三套 综艺节目 有人唱歌 有人打闹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 什么像奔跑吧兄弟啊 这样的破节目 是吧 但是那些年轻的 80后的这些 耐友们 犯罪嫌疑人 是吧 他们还都很喜欢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跟我的这个爱好不一样 是吧 这个 在外头啊 人不想看新闻联播 我出来以后 到现在五六年了 六七年了 看新闻联播的时候 是非常有数的时间 基本上不看 因为我们获取资讯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是多元的 是吧 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可以去收听 收看美国之音 BBT 法广 还有呢 各种各样的网络的这种媒体 是吧 中国的外国的都可以 还有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新闻推送 都可以能够解决你这种资讯的要求 再有 也实在审受不了新闻联播前二十分钟的这个 这个重要讲话 一个人的新闻 没其他人的事 是吧 这个老实说我也不太关心 那么再有呢 就是后十分钟的自吹自擂 是吧 我们一切都好 那么在里头的时候 因为没有别的渠道 所以说看新闻联播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了解外在这个消息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以至于呢 我看了一年半的新闻联播 每天看一带一路 看元首出访 看元首外交 看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盛会 包括我们的经济指标 进出口的这种 这种爆表的堆砌 觉得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法治 方方面面 还确确实实是有进步 这是因为 你只看新闻联播 你就会中毒 就是这么一种情形 那么看不了新闻联播这个时候 因为我又不去提 不被提讯了这时候 那我就比较纳闷 为什么不让看新闻联播了呢 突然 那老孙呢 他就头版了 他就比较有经验 他说 这个一定是 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 这个 预审或者是上边 不希望我们这些人看到 于是呢 就 让我们看不了新闻联播 因为他七点钟开始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看电影频道 或者看中央三套 或者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看不了新闻联播 但是到了新闻联播播完的时候 比如七点半 他又准时切回到北京卫视 不妨碍你随后 看什么呢 不妨碍你看广告 也不妨碍 对不起啊 你看这些烂电视剧 于是呢 于是呢 就会纳闷 到底是出什么事了 是吧 到底出什么事了 还有呢 这是不让看新闻联播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9月初呢 一刊呢 就莫名其妙的 对我们实施了密集的严管 是吧 这个严管的第一个表现呢 就是给每个在押人员 配发了一只黑头套 我说过以前呢 我们这个号里头 只有我有黑头套 只有我被提训 在这个走廊里头走过的时候 我需要戴上黑头套 我一直走到这个提训室 或者律师的会电室 是吧 我才能够 我才能干嘛呢 我才能把黑头套摘下来 那么14年的9月初 突然就给所有的人 全发了黑头套 是吧 每人发一个 而且发的全是新的 一看呢 就好像定做了一批 黑头套 是吧 这个不知道谁有机缘 能够拿到 为看守所加工黑头套 这样的生意 以前我的那个黑头套呢 是脏乎乎的 我洗也洗不干净 是吧 不知道有谁都戴过 戴过多少人 然后呢 为了能够让自己更清亮一点 实际上呢 把那个两只眼睛和嘴巴 这个地方 那三个洞 想着呢 把他撕的 口子大一点 口子大一点之后呢 你的面部露在外边的 就多一些 是吧 我倒不在意别人 发现我在里头 是吧 反正都已经进来了 无所谓 每天正常的这样 戴着黑头套 进进出出 那么2014年9月以后 所有的人都有了黑头套 而且都是新的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黑头套 放在自个儿 那个窑里头 收起来 疊好 出去的时候 就需要戴黑头套了 但是 绝大多数的人 是没什么机会出去的 因为你这个案件 哪怕是你杀人 是吧 那三下五除二 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把一个人杀掉了 是吧 还有呢 陈述清楚 审明白 你一个杀人的过程 有个三两次的 这样的一个 预审的谈话 做做笔录 也就差不多了 因为你在 基层的公安分局 我那个 我的狗在叫 他可能寂寞了 这个 都已经给你问过很多次了 所以也不需要怎么样 所以这些人 基本上大家 每人拿着黑头套呢 都还在 房间里面 正常的 这个 一日生活制度 是吧 正常的这样去往下走 但是出去 就要戴黑头套 就要戴黑头套 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那么按照这个 规矩 我说的不是 以后我还要讲过 还要讲 不是监视里面 自己的这个管理规则 日常的这个 时间分配啊 工作分配啊 铺位的分配啊 是吧 公共资源的分配啊 不是这个 而是看守所 给大家定的规矩 要求每个人 都要遵守的 2014年9月 也发生了变化 怎么的变化呢 就是以前的时候 比如说 要提一个人出监视 不管是审讯 还是律师会见 还是像体检 是吧 就医 总之 你要离开你的监视 正规的情况 是什么样呢 板上 监控室 板上 响了 他响的时候 他那边 把那开关一打开 这边自然就嗡嗡响 我们就听到了 那么板一响呢 所有人都会 睁着耳朵听 游戏头板 游戏老孙 是吧 比如说 要提人出监视 板上就会吆喝一声 6号 是吧 这个老孙呢 就报告管教 他就这样一答应 其他人其实不用理会 这是他的特权 是吧 也是他的侄子 然后板上接着说 普津乡 那老孙就说 老普 这个 我呢 就得从我这个 因为板一想 所有的人都要 不管再干什么 都回到这个板上 去做横板 这样肃穆一点 一吆喝 老孙一答应 然后 叫到某个人 这个时候 比如叫到我 然后我呢 就从这个 横板上 站起来 把拖鞋 换成布鞋 出去的话 如果有布鞋的话呢 尽量不穿拖鞋 是吧 走在路上 换成布鞋 然后我呢 要从我的这个 窑里边呢 把我那个 黑头套 洗不干净的黑头套 拿出来 套在我自己的头上 是吧 这是以前 其他人不用这样 然后我呢 就要走到呢 这个 监使门的门口 那块 这个电视底下 那个 方方正正的地方 我就要 站在这个地方 面朝外 其他人呢 就在横板上坐着 因为这时候 管教就要过来了 管教就要过来了 这个时候呢 往往呢 是两个管教 一个管教 就是巡统的管教 和办案机关的预审 或者是检察官 或者是呢 这个法警 是吧 他们就要过来了 那么巡统的管教 他手上有卡 有卡之后呢 他要刷一下 你这个监使门的卡 然后呢 好像是这个 办案的警察 他也要有一个卡 两个卡呢 刷开 把这个监使门打开 打开以后 我说的这监使 外头那个 密封的 这个 全铁板的 那个防导门 打开以后 那么就露出来 里边的这层防导门 中间有一个 腰风 是吧 铁栅栏 透明的 这个 下面呢 有一个方子 十厘米建方的 这样一个 送饭的口子 那么我呢 这时候呢 是站在这个 铁栅栏门前头的 这个时候呢 巡统的管教呢 腰里头有一大串钥匙 他把这个铁栅栏门上 这个铁锁 咔嚓 打开 大概 比手机稍微 差一点 这么大的一个大铁锁 打开以后呢 把那个 把那个门边 搬起来 咔啦咔啦咔啦 往后一拉 我们里边的头发 比如老孙 他已经在这个门口 立正站好了 他伸手把这个 铁栏的门 往里一拉 里边的门 是往里开的 外边的门 是往外开的 这个时候呢 我呢 戴着头套 是吧 这个就一步跨出去 跨出去以后呢 紧跟着再往上一步 我就再一步呢 就走到这个走廊的 靠窗户 靠外边窗户那一侧 我说过呢 这个靠窗呢 有个一尺多的 那么一个不干胶的小条 贴在地上 我要走到那个小条的里边 面对着窗户 面朝外 双手这种垂下来就可以 或者双手交叉 放在这个 这个 肚子前边 是吧 这个时候呢 老孙要把那个 里边的门关上 然后管教呢 把那个铁锁 锁上 再把这个外层防荡门 咔嚓一下子也关上 那这时候 听到外面的门响了 关好了 我这个时候转过身来 管教在外头 给我戴好手铐 按照他的示意 沿着那个 靠墙边 那个一尺多宽 往前走 管教和办案的这个警察 办案机关的工作人员 在后面跟着 走到前头 那个监控室前边 我们这个统道的头上 有这个大铁炸了门 管教呢 再去刷那个 铁炸了门 那个卡刷卡 把那个 拉开 再走过去 然后在那个转角那个地方 把手举起来 像我个子高 垢着上头那个 最上头那个 那个横条 那么管教从后面摸一摸你的这个口袋 也没什么口袋 我们那个衣服都没有口袋 看看有什么夹带没有 裤子有口袋 看看有没有夹带 有没有纸条 有没有违禁品 再拿那个安检的那个仪器划了一下 这时候呢 你接着往前走 谁带你走 你去哪 如果去会见律师 就要这个 走出这个整个的楼 经过一个草坪 到这个会见律师那个地方 我的会见 跟所有的人会见不一样 我的会见呢 要在家属会见那个地方 家属会见呢 和这个律师会见不一样 律师会见是铁栅栏 我说过呢 可以指手相看泪眼 是吧 律师和这个 委托人和犯罪嫌疑人 是可以能够面对面接触 手能够接触掉 要牵东西之类的 而我呢 是在家属的这个区域之内呢 是要隔着一个密封的 这个透明玻璃 我要通过这个 电话机和律师对话 通过电话机对话 而且我会见的时候 我会见律师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会见区 没有人会见 就我一人 是吧 等我见完了 我后面有两个警察 后面 律师后的也有一两个警察 这样来回看着 等我们见完以后 是吧 监控室呢 这个整个录音录像的光盘 那就已经刻好了 因为我都得通过这个 通过电话机来说 那这些我说的是呢 有点跑题啊 这个我说的是 以前的提人出监视 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是吧 那么等到2014年9月以后 规矩改了 改为什么呢 还是 把人一想 吆喝 是吧 比如说 这个 普世强 或者是 这个 某某人 是吧 吆喝了以后呢 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有黑头套了 照样是 起来 换布鞋 自己翻出黑头套 自己戴好 然后 快步走到 这个 这个监视门 那个送饭的口 下的这口 原先呢 我们是站着 那么 这时候新的规矩呢 你是要蹲在这个地方 蹲在这个 炸的门下边 然后这时候 你听着管轿 拎着哗啦哗啦 被钥匙 从那边过来 刷门过来 到你的门口 刷卡 把外边的防盗门打开 然后掏钥匙呢 对准了 再把这个 大铁锁打开 里层的 然后 哗啦哗啦哗啦 拉回去 这时候呢 这个 这个防盗门 哦不是 说错了 把外层的防盗门打开以后 原先不是 开里层的 打开 然后你出去吗 面对这个窗户 走到那个墙边 现在改为 你蹲在这 他把外层的防盗门打开 你的双手要从这个送饭的这个方口里头 这样举着 伸出去 那么管轿呢 在外头 就把手银下了 就把手铐 先给你戴好 然后你 往里头拉开 你一步跨过去 跨过去呢 还是跟上一步 走到呢 靠窗户 这个外侧那个地方 是吧 走廊靠窗户 靠外侧窗户 要求大家戴着手铐 要蹲下 面朝这个墙壁 那么一般人的身高 蹲下以后 你就看不见窗外的风景了 你就看不见 府里有一成 再见的塔楼的工程 给打掉了 就看不见了 这个 这时候呢 管教 把里边的门锁上 把外里边的门也锁上 他转过身来 你才能站起来 沿着 按照他的示意 沿着 靠走廊 墙边的 那一尺多的那个 那个小条 是吧 这个犯罪嫌疑人 行走的这个专用通道 溜边往前走 等到前头 他把这个刷开 把这个刷开 你再出去 然后他再安检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记得这个 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戴黑头套 有一次呢 我这个会见律师回来 大概是在2014年的 11月份左右 10月底或者11月份左右 那么我回来以后 我在这地方接受安检 我很高嘛 边上呢 有一个很矮的人 就1米6左右 圆滚滚的 一个黑边眼镜 一只眼镜 他就像斜着看我 从他那个 黑头套的那个洞里头 露出来 直勾勾的盯着我 按说我们又不认识 大家都戴着黑头套 他就吆喝一声 我是郭玉闪 我当时就有点发愣 然后他就又吆喝一声 我是郭玉闪 这时候那个管教拿着那个 安检的那个黑东西 正好过来 说不许说话 然后他还说 我是郭玉闪 这时候因为郭玉闪是我朋友 这个哎呦 我说郁闪啊 这个你怎么样 他说挺好 然后 我们两个 都被这个安检一下 我回306 他关进我隔壁 307 这时候呢 我就知道 他在里边 实际上呢 在此之前 这个刘管管教提我的时候 这个雨管 雨管教 雨大脑袋进来 他曾经说过 嘿刘哥 这个 有一个人的材料在你这呢 这个刘管说 谁呀 他说郭玉闪 这时候我坐在铁椅子上 我还没有见到郭玉闪 我并没有表现出来 我还在想郭玉闪 因为什么事出事了呢 是吧 怎么也跑这来了 但是这件事呢 就一直埋在心里 一直等到我见到他 那么这是提走 原来的时候呢 你回来 不管是提讯啊 会见律师啊 会见什么人啊 总之你回来 开厅 是吧 回到监视 那也就是要安检一下 摸一摸 有没有东西 然后这个你就回来 那么回来的时候呢 走到你的监视门前 你呢 这个 头朝外 面朝外 看窗外的风景 看福利又一城 对吧 这个时候呢 这个 管教呢 刷那个外层的防盗门 然后呢 掏钥匙开里边的防盗门 另一个管教 一般都两个人提嘛 这个钥匙都是通用的 在外头呢 就把这个手铐给你打开 那么他把手铐打开以后 外边的门开了 里边的门也开了 你说 谢谢管教 是吧 你道谢一下 然后这是礼貌 你一步跨到门边 再一步跨进室内 门关上 锁上 外层关上 这时候呢 你回到 因为手铐已经打开了 你就正常的换成拖鞋 因为地头擦干净了 你从外头过来 可能就把拖鞋 这个 把这个布鞋呢 就脱下来 然后呢 自己这个 拿一块地布呢 把这块擦一擦 光脚 或者是走到自己那个地方 把拖鞋换上 坐到你的那个位置 是吧 有的时候跟他聊聊天 怎么样 是吧 那时候我被提讯很多 我被提讯很多 不管是15年啊 还是14年 那这个 预审员 它是吸烟的 至少呢 这个小张呢 是一支接一支 是吧 也不是太好的烟 我觉得基本上 就是云烟 或者中南海的 点八 中南海的点三 这样的一种烟 那我们号里的烟鬼呢 抽不到烟 他们经常就很夸张的 拽着我的袖子 不哥 抽烟了没有 我说我不抽烟 他妈的 他们抽没抽 说抽了 抽几支 我说我也不知道 然后说 以后再提讯 你不抽 带上我们 不带我们 不跟他们去 这都是属于玩笑了 那么原来回来呢 就是这样 你在门口 他给你打开手铐 然后你进去 然后坐下 大家就开始 常常聊天 干嘛干嘛 是吧 14年9月以后 回来 回到监使门 对面 蹲下 手铐不打 管教开外边的门 刷卡打开 掏钥匙打开 里边的锁 再 那个进去 然后这时候 你戴着手铐 一步到门口 再一步到里边 到里边以后呢 这个 头板把里边的门关上 管教把门锁上 外层房大门关上 没有没有 管教把这个 把这个门锁上 里层的 这时候 你要把手 从这个送饭的口 伸出去 他在外头 给你打开 在外头 给你打开 然后你把手 锁回来 外头那个门 扛狼一下子 关上 里边 该怎么样怎么样 你把黑头套 才能够解下来 这是 这是 2014年9月以后 这样的一个规矩 是吧 这样的一个规矩 那么第三个改变呢 是 以前 管教来提人的时候呢 不管提谁 比如说 吆喝 不是强 然后准备好 大家其他人 都坐横板 在自己的位置上 面朝外 被提的这个人 过去 大家这样 十几个人 大眼瞪小眼 看着你出去 是吧 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有人要是不涉及到 一个什么案子啊 或者什么事 压力不大的时候 管教提一下 你还能出气 透透气 挺好的事 大家就这样 坐在横板上 看着你 按部就班 被管教提走 14年9月以后 规矩变了 板上响了 接着管教过来提人 被提的人 做好上述的准备 我已经说了 其他的人 照样是 端坐在板上 那么等到防盗门 一开 所有的人被要求 在横板上 就把你的双膝 抱起 屁股着 着地 着那个板 是吧 整个的 所有的十几个人的 这个 要向右转 或者向左转 看你的这个 板的位置 是在这个房间的 右侧 还是左侧 要求 没有被提走的人 跟大家无关的人 你们所有的人 都要 转向呢 身体 侧转向 封场门 那个方向 也就是说 管教来提人 干什么 你不许往前看 你不许看 不许往这个 门口去看 你要转到 另一侧 是吧 双手扳 扳着膝盖 整个的右转 或者左转 面朝 封场门方向 直到这个人 被提走 外头的门关上 走了 大家才能够 恢复原账 该干嘛干嘛 是吧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规矩 不许你看门口 第五项呢 就是说 我现在回想的 总结的是什么呢 总结的是 清间的密度 加大了 什么叫清间 就是一般说来 抗扭所可能会 各把月 是吧 这个有一次清间 清间呢 是一个号 一个号来的 他没有那么多的人手 是吧 怎么样做这个清间 比如说 放风不用这种说法 放风 往往是单号放风 双号放风 那这个 风场门打开 所有的人都出去 监视内不许留人 如果来提训谁 或者医生来发药 谁要求医 那么你再单独 开风场门 再回去 是吧 这个吆喝就是 六号 所有人 到风场 这时候 风场门 哗啦啦啦啦 那个跟推拉门一样 就收过去 统一的控制 这时候呢 外头 风场外头 就是风场 我不说这个 楼层很高 应该相当于 一楼半 相当于四米高 我觉得 那么上面呢 像这种 大概 小两米的样子 它等于是 在两米 多高 两米高左右 有一层这个 有一层 这个栈道一样 是吧 有铁站了 密封的栈道 管教可以从外围 整个的走过来 他在上头 可以能够看到 各个监视 风场的情况 那么 这个 清监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去风场 所有的人会分成三四排 蹲在地下 面朝风场 风场的这个 那一侧的墙 大概十几个人 一排蹲个这么 五六个 四五个 然后三四排 蹲着 这时候 风场门会关上 然后 上面 这个 栈道上 密封的栈道上 仅仅能够一个人通过的 就有管教过来 就有管教过来巡视 那么这个号 清场就会有人过来 我今天顺便把清监也讲一讲 有人过来 有人过来以后呢 那么这时候四五位管教呢 就会进入到你的监视 一般说来呢 一般说来呢 管教 医生 工人 不会和在押人员 同时在一个监视里面 一个空间之内 他们进来之前要把我们全轰走 然后 清监的时候呢 就把各种各样的 他们认为的违禁品收走 比如说我们做的这种 切菜的刀啊 塑料盒那种做的刀 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啊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卫生间 透明玻璃上贴的这个 镜子啊 因为妨碍监控的视线 监控要看着卫生间里面 这些人都干什么 也可能会被撕掉 被撕掉 然后把每个人的窑 打开 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上板上 把所有的备货罩 都滴了开 然后把这个被子 摆得整整齐齐的被子 给你扒倒 看看有什么藏的东西 那可能就收走了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 基本上锐利的东西啊 是吧 这个 我觉得烟和火 基本上找不到 基本上没有 没有这种机会 抄走以后 这时候 封场门打开 这些管教过来 然后要求 比如说 从老孙那个地方开始 起来 起来之后呢 他摸摸你的身上 有没有什么东西 摸过了的人 标上站着 然后把这十几个人 全摸一遍 这个时候 他们回去 回去之后 从那头出去了 把那个门关上了 是吧 他们进屋先把这个 封场门关上 然后他们走出去 把那个门打开 再关上 再把封场门打开 我们这些人 再回到监视 然后把自己的什么呢 把自己的背包 路子 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再重新规制好 然后把窑里的东西 也都规制好 恢复原罩 是吧 有的时候 踩在床上 地上很脏 他们穿皮鞋呀 什么样的 然后再重新擦一遍地 或者擦一遍爬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呢是 这个是清奸 是吧 跟这个清奸有关的 还有以后我还会再讲 比如说 这个秋天突然有一次 叫查体表 什么叫查体表 我们现在可能搞不清楚 查体表是怎么回事 查体表就是管教 我记得那个队长王伟 这个王队长 带着几个人 扒着我们那个封场 那个监视门 是吧 吆喝一声 比如六号 查体表 那老孙他们知道 查体表是怎么回事 所谓查体表 就是要求呢 比如说你把这个 号坎呢 解开 敞着怀 然后呢 后背呢 也能够提上去 还要把这个 短裤呢 整个退到膝盖以下 大家这样 上下这样光着 是吧 排队 从这个 亮亮腔腔的 因为你这个短裤退下去了 你走不开 要从这个 尖屎门这个地方 在管教的眼皮底下 这个 等于光着屁股走一动 走这样一圈 那么这个呢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是很侮辱人的 我就非常抵触 后来老孙呢 跟我们解释 他说 老婆啊 为什么 卡尔索要查体表 那我说 这不很 很不 很不好吗 是吧 他说 其实 查体表 他的本意 也是对大家的保护 你比如说你这个四肢 穿短袖 穿短裤 胳膊 什么都漏在外头 但是你穿内裤啊 什么的 穿浩卡 后背 不能漏在外头 如果说你有伤呢 如果有牢头一把打人呢 是吧 那么你有伤的情况下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发现你有没有伤情 如果有 那一定要追查 所以说呢 这个查体表呢 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这个我说的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清间的这种密度加大 也是从2014年9月 那一段时间 是吧 实际上呢 就是说 看守所和监狱 自己有了毛病 他在整肃自己的 工作人员的同时 是一定要把这个 后果 转嫁到 犯人 和我们这种 在家人员身上的 是吧 用这个老冯 说的话 公安局是干嘛的 是吧 公安局 他妈就是治你们的 看守所是干嘛的 看守所就是想 让你不舒服 所有的制度 都是不想让你舒服 都让你舒服了 还不他妈全进来啊 因为老冯说话呢 他的所有的连坠 这个连贯的语句 全都是用最操的话来骂人 是吧 他是那种 这个说话 最新最操的那种 老北京人的那种 说法 前后左右 每一句话中间 不骂人 不关心到 这个第二人称的母亲 他是说不了话的 但是这个人呀 在这个看守所监狱这一套 见多识广 有肩膀 有担当 实际上呢 是一个满仗义的人 是吧 他是因为 这次是因为信用卡诈骗 判了无期 原先呢 是因为合同诈骗和诈骗呢 判过一个二十年 假释期间呢 出现这档子事 但是 跟我们讲监狱里面的事 他特别会讲故事 讲得非常好 他就这样讲 比如说呢 2014年的时候 年底的时候 这个14年9月份 这个风波渐渐平息了 突然我们就又倒霉了 冷时候 怎么回事呢 据说 一刊的这个楼道 哪个楼道里头 有火星子 有了一个小规模的火灾 当然呢 就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后果 是因为楼道里的 这个纸箱子找了 冒烟了 纸箱子是哪来的呢 纸箱子是金克龙 给大家送 这个采购的食品 订货 是吧 那么这些不管是 乘这个奶的呀 乘这个什么东西 它都是用纸箱 那这些纸箱呢 在发货的过程中呢 它就堆在了楼道里边 那么堆在楼道里边 有人吸烟 不小心呢 就隐燃了 就冒烟了 也没有着起来 这个大概率是管教 有人吸烟 或者血管吸烟 不管怎么样 总之呢 纸箱子着了 然后呢 处罚措施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有抽烟的人 被处罚了 因为到处都是监控 我相信不难查清楚 但是他停了金克龙 来看守所卖货 惩罚他 你不许 停你一个月 不让你卖货 那么不让我们 不让金克龙来卖货 他最终的结果呢 是等于是全看守所这么多人 被停止了采买 有钱 你也买不着东西 因为金克龙受惩罚了 因为着火了 是吧 谁让你不把纸箱子看好呢 最终的结果 就是我们这些人 买不着东西了 所有的人都省钱了 里面饼干呀 花生啊 果单皮呀 什么山楂片呀 这个水果呀 是吧 豆奶仔呀 这些所有能吃的东西 这一个月全都消耗过 那么没有了这些采买的东西 这些油水往里补的时候 你才发现吃看守所给你的这个馒头 和蔬菜 它真的是扛不住这个饿 那么我原来的时候呢 一天吃五个馒头 是吧 中午俩早上一个 晚上一个 九点钟一个 这是五个馒头 大概五个馒头应该 相当于八两两食 是吧 那这时候呢 又赶上一个叠家的什么事呢 就是有奸实力的人 我忘记了是 是东一区的还是什么 就是新 这个新共产 真共产党的那一批人 我知道 他们可能有人呢 浪费粮食 把这个馒头呢 往这个吃不了的馒头 往这个地漏里头 就是这个 这个厕所蹲坑里面扔 被监控捕捉到 于是呢 要求大家节约粮食 节约粮食的结果呢 就是 以前我们说 不够吃 可以多要两馒头 现在没有了 每人就这个定量 是吧 像我们这个号里头 很少有人说 五个馒头吃不完 尤其在没有了 才买的时候 那这个 这几个馒头 就真的不够用 我被饿到低血糖 以至于需要 拍板说 把补低血糖 然后医生过来 赶紧给我 护士过来 给我测血糖 同时呢 给我带来这个 这个吃的 是吧 不管是 这个管教手里的 这个饼干呢 或者是什么 这就是那种情形 因为不让财买了 没有那个什么了 所以这就回到 我刚才所说那个 你为了惩罚金克龙 实际上楼道里着火 跟我们这些人 有什么关系 我们所有的人 不能越雷池一步 你不让他来卖货 结果由我们承担 这个 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 这就好像呢 现在 这个 公安检查 这个 大显神通 来限制和损害 侵犯律师 合法的取证的权利 阅卷的权利 看同步录音录像的权利 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 会见和辩护的权利 你好像是损害了 律师的权利 是的 确实损害了律师权利 但实际上 这个结果 后果 是保护了那些 根本就不尽责的律师的 偷懒的这样的一个 惰性 而且 最终 是损害了 委托人 也就是犯罪嫌疑人 和被告人的权利 包括现在 不允许律师 评论自己的案件 披露自己的案情 和我们前些年办案的时候 很不一样 不允许接受媒体的采访 不许使用微博 微信 朋友圈 邮件 各种各样的一种方式 去讲述自己的案件 包括 或其中 侵犯人权 违法取证 这样的一种权利 不能否认 整个律师的这种 学术素养 它至少 是不亚于公安的 是不亚于公安的 只有 能够充分保障律师的权益 才能够实现 这个 真控审和辩护 几种权利的平衡 也才能够 真正实现 保护 人权的这样的一个 立法的目标 但是不行 现在不允许 我记得 我的一个同学 也是非常有名的律师 在很多年以前 曾经讲过 保全律师自身安全的 是针对李庄案件 把它看 总结李庄案的教训 诀窍是什么呢 它的诀窍 居然是 不要去主动取证 不要去接触被害人 不要对外披露案卷 案情 不要接受任何人的采访 你就正常辩护就完了 什么叫正常辩护 正常辩护应当穷尽一切的力量 去帮助寻找 这个 有利于自己委托人的 这种证据 这才是正常的辩护 做缩头乌龟 他请你干嘛 是吧 这些 我认为这种律师 是让我很不迟的 那么以后呢 我会讲一讲 大量的法律援助律师 和大量的刑事辩护律师 以我们在看守所里面 透过铁窗 对外看 这样的一种评价来讲 是完全没有尽责的 而且也没有机会尽责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辩护行业的现状 骗子横行 是吧 完全不负责任 那这样的一些情形 由谁来承担这个 最终的后果呢 是吧 由这个 被告人 他没有得到有效的辩护 没有得到有利的辩护 没有得到充分的辩护 对吧 当然根子上 是我们的人权记录 越来越长 是大量的这种冤假错案 不能够 在酿成的过程中间 有可能 铸成的过程中间 就什么呢 就 得到纠正 就得到纠正 比如现在因为疫情 不允许律师会见 不肯 把人犯提到法院去开庭 然后限制 这个被告人 家属的这个 旁听名额 是吧 这个 不允许甚至 扫黑除外的案件 不允许律师 不鼓励律师 做无罪辩护 比如说 你如果想做无罪辩护 你需要 全所的合伙人讨论决定 通过 你的这个辩护方案 还要报司法局去 备案 然后我如果说 把我的这个辩护数据 全告诉司法局了 不管是本地司法局 还是当地司法局 我不等于 全告诉了公安机关 检察院吗 那样的话 这种泄密 就不是泄密了 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 这种秘密 就不是需要捍卫和保护的秘密了 这些事情 都是未来 需要解决的问题 全面依法治国 不是发一些东西 搞一个历史决议 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事情 它是需要在一个个 具体环节上 去解决问题 那么 这一讲的最后 我要讲一下 为什么在2014年9月2号 2014年9月初 我们在看守所里面 飞来横祸 被管成这个样子 是吧 我顺便说一句 所有的人出去需要蹲下 我一步跨出去之后 我不需要蹲下 没有人要求我蹲下 不管是提训的人 还是其他的人 可能觉得 我不像是一个能伤害他们的人 是吧 这个 有的时候管教还给我找理由 老婆你腰不好 是吧 我说是 然后呢 我就可以直接站在那个地方 是吧 我觉得我对 我对他们也都非常尊重 那么 我刚才讲过 回到这个开头 今天是那个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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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贤什么 就是朝鲜人被逮着 是吧 被逮着 这个 这是吉林市监狱 吉林市监狱 我和郑宏讲过呢 一人得病 全家吃药 全国的看守所监狱都会 那什么 那么为什么9月2号 9月初我们就不行了呢 就是因为 后来才知道呢 是黑龙江 严寿县看守所 在2014年9月2号 有三名在押人员 杀死了一名管教民警之后 越狱 是吧 当时一直在逃 然后哈尔滨市公安局 一共一万五千名警力 全警参战 出动警用直升机 是吧 这个 9月3号的时候 现在我出来以后 我把这个 今天为了准备 今天这个事 我把这个新闻呢 从网上搜出来 题目叫 追问黑龙江脱逃案 重刑犯的手铐脚料 如何打开 9月3号的时候说呢 这个 三名嫌犯已被公安部列为 A级逃犯 每名通缉犯 悬赏 15万 是吧 赏金 15万 然后这个呢 他追问呢 就是第一呢 事发时 其他的警察在哪里 是吧 应该是有至少一个 监区两个警察 怎么一个人被杀了 另一个人不见了 第二呢 是逃犯身上的警服 从哪来的 第三呢 是重刑犯的手铐脚料 是如何打开的 第四呢 是如何逃脱 层层关卡 是吧 这个 然后山东省的看守所的一个 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东西都是引明消息源 说在野人员脱逃 肯定是管理上出了问题 而且不是一个环节出问题 是若干环节都出了问题 这个严寿县看守所脱逃案 是一个罕见个例 成雷说 但成雷说 就是那个成雷 这个山东省的那个 负责人吧 从目前官方披露信息看 此次遭事故 难逃 违反监管工作规定的 嫌疑 然后他说 7月份广西御林 18名戒毒人员 从戒毒所出逃 09年 湖南德山监狱 在亚犯脱逃 陕西汉中监狱 两名在亚犯脱逃 针对近年 各地偶报的 越狱脱逃事件 一位专家分析指出 成功越狱 击穿的都不是监狱高墙 而是人性弱点 是吧 这个案犯嫌疑人 将作案时间 选择在凌晨三四点 四五点 这时候的人 一般会精神松懈 注意力不集中 另外呢 越狱者多是亡命之徒 看守所 对越狱者的心理准备和动态 没有掌握 那这个 这次这个朝鲜人 他就无视亡命苦 他既不杀人 也不抢人 他脱逃以后 这个 这个 我姐觉得 好像就跟杨静宇司令一样 他的野外生存能力 四十多天 这么冷 在东北 他应当 是非常有能力的 还能活到现在 是吧 那么 严寿县县 看守所在 9月2号 脱逃案 脱逃案 当时 新闻联播 就一直在播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在这个中间也知道了 为什么不让我们看新闻联播 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 看守所居然有人可以杀管教 可以脱逃 我们在这个之前 之间怎么知道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 有人去会见律师 那么会见律师的时候呢 肯定是介绍里外的情况 回来告诉我们 黑龙江 有一个什么兽 什么兽 看守所里头跑人了 一块跑了 一下跑了仨 而且还把警察杀了 所以 哦 我们才知道 每个人发黑头套 每个人要先靠住再出去 要蹲下 然后才能起来 回来也是先进去 后解靠子 是吧 然后管教进来提人 你不许看了 你只能朝向 封场门 就是这样 那么这时候 我再补充一下呢 黑龙江严寿案 看守所 九二脱逃案 全景回顾 大家可以查这个题目 新黄网 2015年4月28号 8点37分 上传的稿子 他说呢 是4月28号 被告人王大民 在庭审现场 这个这是一个图的解说 他说的是呢 哈尔平中院公开开庭审理由 哈尔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诉的 被告人高一伦 王大民 李海伟 暴动越狱 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盗窃 故意毁坏财务一案 他说 2014年9月2号 高一伦 王大民 李海伟 在杀死严寿县 看守所 一名值班民警后脱逃 李海伟 与王大民 分别于9月3日 和4日 被先后擒户 高一伦 则于9月11日 被抓获 然后这个 检察机关呢 在28号 这个庭审中间 起诉书 公诉过程 披露了案发细节 这三个人呢 高一伦 他们三个都被 积压于黑龙江省 严寿县 看守所101监视 床铺相邻 高一伦犯 故意杀人罪 被一审判处死刑 他这时候应该有 硬揣和硬铁料 硬脚铐 王大民 涉嫌故意伤害 盗窃 且其累犯 均面临重刑 所以产生越狱之念 并形成合议 高一伦 王大民发现 看守所夜间 值班管教民警 被害人 段某某 就是被杀死警察 提审 在押人犯时 有部所 监门的习惯 这个呢 其实一个县级看守所 在2009年 2013年 我到这个山东河南 包括河南郑州的第三看守所都去过 他的这个 尤其像这个焦作 我去会见这个长安光他们 在那儿会见 山东会见 曹县会见 段磊 实际上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简陋 那个时候 在新修的看守所之前是很简陋的 不像一刊呢 他这个模范看守所 他这个所有的这种监控各方面都非常好 然后他们经过反复商议呢 这个报道说呢 二人最终确定在段某某值班时 越狱及越狱细节逃跑路线 逃跑方式 并准备了绳子 毛巾 为确保成功 又拉拢因涉嫌故意杀人犯罪 被羁押的被告人李海伟 李同意共同越狱 然后 9月1号晚 高一伦以给家人打电话为名 要求管教民警段某某提审 段应远 9月2日43日分许 这个凌晨4点半 我觉得很奇怪 段某某将高一伦提出监视 至值班室内 王大民随即扭转监视内的监控摄像头 并将监视门拨开 与李海伟逃出监视 前置值班室外司机动手 然后呢 高一伦用段某某的手机 与家人通话 凌晨4点半 这个民警把这个杀人犯提出来 自己用自己的手机 给他跟家人通话 这个在北京市监控所做不到 因为所有的管教 手机不会拿进来 也不允许在凌晨4点多钟 单独去做 这个段某某如果说没有拿到好处 如果不受贿 是根本不可能给一个判处死刑的人犯 提供这样的方便的 那么高一伦打完电话 见他们两个已经潜伏在门外 然后就用 从他身后用胳膊 勒住他的这个 断铃颈的颈部 然后另外两个人冲进去 把他按倒 用绳子捆绑 拿出手铐 那靠住他的双脚 这个又解开自己的手铐 然后脱下他们的颈服 又从他兜里掏出钥匙 打开大门 相继走出 值班武警发现情况异常 询问并鸣枪示警 三个被告人迅速逃离 这个段某某这个民警 因为警部被扼压机勒压 就是用绳子勒 口鼻被捂压或者堵压 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原来我讲过的就是说 人的这个猴杰这个位置 这个被被按压 有几十秒 人就会死 这个我们一个号里边 有两三位跟老婆 跟女朋友打架 吵架 动起手来 不管是用胳膊勒 像这个小马 还是呢像这个流行酒 他们这种情形 总之呢 按压了这个前边 人就死了 那么这个段某某呢 应该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那现在看起来呢 就是因为九月初出了这样的事 然后呢才使我们的这个政策呢 被大幅度收紧 监狱里的脱逃也是这个样子 原来我在这个石家庄工作的时候呢 曾经到河北省第二监狱 到里边 因为我的一个同学 高中同学呢 他后来这个我们这一年 82年考上河北公安学校 毕业以后呢 分到这个里边 然后我到这个监狱里面去找他玩 当时我在石家庄教书 河北物资学校 我这个同学的弟弟是我的学生 是吧 这个 我进去以后呢 那么我们这个同学 就让一个犯人给我们做饭 给我们做饭呢 我记得那个快要到释放的这个 马上就要行满释放的这个人 这个犯人做饭非常好 他烙的饼这么薄 大概能有六七层 油光光的 那是我这个吃的最好的一次烙饼 后来我这个同学讲过 河北省第二监狱 在石家庄 镇头 是吧 第一监狱的保定 第三监狱的衡水 这个 第二监狱 积压的也都是重刑犯 曾经有过呢 一个这个 一个犯人 越狱逃跑 那么当时管理不够严 他怎么逃跑的 其实因为二监狱呢 有床单厂 这个生产床单 每年的这个产值很高 中国的劳改产品非常严重啊 在这个西方国家 对我国这个 劳改产品施压之前 劳改系统的这个 创造的产值 他每年恨不得要开订货会 流入市场 这个构成不正当竞争 那么二监狱当时有汽车 车修了一场 我说过这个里边的人能工巧匠很多 一个判无期徒刑的犯人 在修一辆福尔加吧大概 那个时候 然后看着那个大门正好开着 他把车修好之后 这个趁人不备 打着了开车就从这个 监狱的大门就冲出去了 一直呢这个沿途作案过了 大概小半年 才把他抓住 才把他抓住 所以说呢这些事呢 这个我回到一句呢 管教讲过 看守所里面所有的规矩 看似不尽人情 但都是用鲜血 甚至生命 总结出来的 这个里面我觉得 除了鲜血甚至生命 还有呢就是在押人员的自由 还有一个呢 就是责任管教的 这个护杀 再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看守所原来 还有监狱 生产任务繁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生产就需要有工具 有工具呢 就既可能就跟菜刀一样 既可以切肉 又可以斩首 就背不住 有的时候会出问题 那么今天借助 这个吉林这位 在逃的朝鲜人 终于被抓获 结合呢这个 这个看守所里面 比如说我所经历的 2014年9月 和后来的这些 严格的管束 这些制度 我顺便呢 就把豆葛中建文的 这个部分 讲了一下 我并没有给出 什么样的结论 也并没有想过多的 去分析 其所以然 但是呢 我觉得我讲的这些经历 讲的这些事实 是我亲身经历的 那么这些 希望 能够有助于大家 了解 这个看守所里面 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去管理的 这些管理呢 是 比如说前面有 基本的这个 这个规程 那么后面呢 有一些 报复性的措施 对还是不对 可不可以这样做 我觉得大家 可以见仁见智 我还是希望呢 管理 越来越趋于 文明化 人性化 和 发质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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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